嗨,我是白姐,欢迎来到白姐说古书 今天我们来解读鬼谷子的第八篇,摩篇 摩者,揣之树也,内伏者,揣之主也 用之有道,其道必饮 微摩之以其所欲 侧而探之,内伏必应 其应也,必有为之 故,威而去之,是位,色教,逆端,隐茂,陶情 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无患 摩篇,是上一篇揣篇的补充和延伸 可以说,揣摩是同一种方法 使用这种方法,一定要不露痕迹 当你运用揣摩之树,探测到别人的真实心理后 要及时离开,消除痕迹 不要让人知道你做了什么 这样做,可以让你达到目的,还不留下祸患 摩之在此,扶之在彼 从而应之,事无不可 揣摩之树,虽然是隐秘运用 但效果却显现在明处 两者相互呼应,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 补之善魔者,如操钩而临深渊 而而投之,必得鱼烟 故曰,主师日成而人不知 主兵日盛而人不畏也 古代那些善于揣摩之树的人 就像在深渊前钓鱼 拜鱼儿洒出去,一定会钓到鱼 所以说,当你掌握了揣摩之树 做事情就常常会成功 指挥士兵打仗,经常会取得胜利 敌人临死前,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害怕 圣人谋之于因,故曰神 成之于阳,故曰明 所谓,主是日成者,积德也 而民安之 不知其所以利,积善也 而民道之 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已知神明也 主兵日盛者,常战于不争不费 而民不知所以福 不知所以畏,而天下已知神明 圣人都是在暗中运筹帷幄 当事情成功以后,世人才知道结果 圣人主持国家大事,越来越成功 指挥战争,常胜不败 时间久了,圣人就会在百姓心中树立威望 人民觉得在圣人的领导下可以安居乐业 大家自然愿意跟随圣人 因为他们不清楚其中的奥妙 所以都把圣人比作神明 使用揣摩之术时 有时和蔼可亲 有时正义凛然 有时喜笑言开 有时愤怒斥责 有时用明节恐吓 有时用行动去逼迫 有时用廉洁去感化 有时用信义去说服 有时用利益去诱惑 有时用奉承去骗取 行者敬也 正者执也 习者悦也 怒者供也 明者发也 行者成也 连者结也 信者明也 立者求也 悲者禅也 故圣人所以独用者 众人皆有之 然无成功者 其用之非也 平和就是安静 正义就是率直 喜笑是取悦 愤怒就是激动 名望就是声誉 行为就是实施 廉洁就是清明 利益就是需求 谦卑就是谄媚 所以说 圣人善用的揣摩之术 平常人都可以运用 然而 有的人运用不成功 那是因为 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对 故 平和者听 因此 谋划最困难的就是做到周密 进行游说时 最困难的就是 让对方倾听你的言辞 做事情最难的是成功 这三个方面 只有圣人才能做到 所以说 谋划必须周密 游说必须选择 能和你观点相通的人 因此 结交朋友 不能有隔阂 做事情 想要取得成功 天道 数数 与天时 三者 必须相合 想让别人 听从你的建议 你的言语 一定要合乎情理 故 故物归类 暴心驱火 造者先然 平地注水 诗者先如 此物类相应 于是 辟幽是也 此言 内伏之应 外魔也如是 故曰 魔之以其类 焉有不相应者 乃魔之以其欲 焉有不听者 故曰 独行之道 夫及者不晚 成而不报 久而化成 世界上 万事万物 都有各自的特点 抱着干柴去救火 只会让火 越烧越旺 在平地上浇水 低洼的地方 水会越来越多 这都是和 事物的特点相符合 这也反映 内伏和外魔的道理 所以说 按照事物的不同特性 来实行揣摩之术 怎么会没有效果呢 根据对方的欲望 实行揣摩之术 对方 怎么会不听从 你的建议呢 所以说 这是独步天下的倒数 把握好时机 有了成绩 也不要停止 时间久了 就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 继续解读鬼谷子 感谢您观看我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